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開箱誰的呢 這位歌手可能台灣的觀眾或是聽眾會比較有一點陌生一點 但是他在美洲這邊 不管是美國或是拉丁美洲都還蠻有知名的 他就是拉丁情歌王子 Louis Miguel 為什麼今天我想要開箱他的呢 其實呢 其實我一開始聽到他的歌聲 我們是在一個墨西哥菜餐廳聽到他的歌聲 那我就問店員說你們在放誰的唱片 然後跟我說其實是Louis Miguel 這張唱片 México and Nabil 第一張的Mariachi 比較墨西哥傳統歌曲的專輯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進而就接觸到他其他的音樂 然後後來得知他有陸續出過幾張就是 像是Bolero 比較浪漫的拉丁的情歌的類型 就是這三張 羅曼史情歌三部曲 那其實他第一張呢 就是唱一些以前的老歌 從1954到1986的一些 的拉丁情歌 然後大受歡迎之後 他就陸陸續續的出了三張 第一張的話 我沒有跟他的復刻版 所以我一直上網找他的手版 我這個版本是在墨西哥印刷的這樣 然後他有附上歌詞 這張專輯呢 其實我最喜歡最喜歡就是 Gondigo era distancia 其實這首歌呢 我最愛的克里斯丁 他其實也有翻唱過 但是他唱又別有另外一種風了 我會非常喜歡 是在冨西哥的壹天 我買了他第二張的復刻版 然後還是180 只是很可惜的是 他的復刻版其實我就印刷 就是網路上其實有人在討論 他的印刷其實沒有比他的手把還好 它顆粒有點大 就是對比太高 而且最讓我有點可惜的一點是 他就只有一張黑膠 他沒有附任何的文案或是歌詞本等等的 但他這張專輯其實也很好聽 那裡面有一首歌 Historia de un amour 他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首歌有一個 叫做我的心裡只有裡面有他的 我想應該是原曲 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Louis Miguel的聲音 因為他的聲音其實 你可以說他很煽情 你甚至可以說他很油 就是有點像是 如果對比台灣的話可以就像類似漁天這樣子 可是他就是很有他的味道在這樣 所以唱其他靈晴歌的話我覺得非常好聽 第三張的黑膠是它是雙黑膠的版本 然後就是裡面的樣子 就是有圖片跟一些文 跟一些工作人員名單等等 那這張專輯的歌曲 其實我對第三張的反而喜好 就比較沒有像前兩張那麼高 但是還是好聽啦 但是就是沒有突破之前 有點像是重複以前的感覺這樣 所以第三張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所以呢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要歡迎在底下討論 那如果你也是Louis Miguel的歌迷的話 歡迎在底下推薦你覺得他還有哪些歌 或是哪些專輯好聽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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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υир性的 如果